等一下 這真的還蠻好吃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女子兄 我現在在橫濱車站的地下一樓 那這邊是他們的地下街 那今天會來這邊主要是有一個原因就是 台灣的微熱山丘在這邊開快閃電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走去看快閃電 在日本這邊竟然好像有青森的蘋果派 就蘋果酥 我自己本身是在台灣也沒有吃過啦 我不知道是只有日本有還是怎樣 總之今天就一起去看看吧 這邊就是微熱山丘橫濱地下街的快閃電 10月7號到27號就只有20天的時間 沒想到就這樣被我遇到了 看我今天連毛都沒有畫就知道這個影片超級零食 而且我已經 買了 蘋果派 因為我在台灣真的沒有吃過欸 那因為鳳梨酥就是我已經有吃過了 這邊也有賣 但是我就沒有買了 跟LOGO拍一張 好 我現在到了一個人稍微比較少的地方 我要講一下剛剛那間店 就是他們其實選店選得很好 他們是開在一個 而且在那個地方算是交通要道吧 人來人往 可是我剛剛在那邊拍片 真的是超尷尬 總之我現在先在橫濱線 隨便逛一下 因為難得來嘛 車錢都花了 來收購放一下 地方 我的意思 我等一下 我那邊拍片 不它 8分钟 準时 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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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钟 BHAK 3分钟 2分钟 4分钟 2分钟 работать 不楽 也有 injuries 不 及 兵 不 不 這間炒飯超好吃的 要在日本找到喜歡吃的炒飯 其實對我來講好像還滿困難的 因為我口味比較清淡 我已經回到家了 那眼前的是這個 還有這個是圍繞山丘的蘋果酥 應該是這樣講吧 鳳梨酥蘋果酥 反正這個我真的沒吃過耶 好 我們先來吃 先來吃這個糰子好了 耶 等一下 一四三串 給大家看一下它油油亮亮的樣子 是不是超可愛的 吃囉 嗯 它最近的這個糰子啊 是這種比較小顆 因為它有的是比較圓比較大顆嘛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吃小的 嗯 總覺得小顆的 一次吃下去它外面沾到那個糖才會比較多 嗯 日本的這個糰子的味道很特別耶 它有點鹹鹹甜甜的 嗯 因為我剛剛吃炒飯點大碗的 現在太飽了 所以我先吃這樣 現在來吃蘋果酥 感覺很想像它蘋果派耶 怎麼 因為打不開的感覺 打不開自己台灣的土產 怎麼會這樣 快快快快 然後下面這邊 打開還有一個 總共是兩褲 這樣總共是六百塊 天啊 台灣的好東西來到日本就變超貴的 它上面這邊有一層白色的霜耶 我應該沒看錯吧 對 它上面這邊有一層 這個鳳梨酥的話是沒有的 我先吃一下上面這個是什麼 嗯 上面這個是糖耶 好開心喔 是糖霜糖霜 嗯 而且不會太甜 就是提味提味 好 來吃看看 嗯 它裡面長這個樣子 嗯 好吃耶 等一下 這真的還蠻好吃的 我的天啊 糟糕 我這次應該買兩個啊 因為它這個是 兩露裝然後六百 如果你是買 四露裝的話 它就是兩盒 然後它有用一個 小小的麻布袋裝起來 可是我那時候想說 反正麻布袋在台灣也可以拿到 所以就 不是那麼想要這樣子 但我現在好像有點後悔 因為還蠻好吃的感覺 之後可能會再去回購 都還沒吃完就說自己會回購 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 這個我應該可以 給到 4.9顆心 剩下那一點點是因為太貴了 所以 大家看得到嗎 它裡面有一塊一塊的蘋果肉 這有點蜜蘋果的感覺 但是 因為可能 蘋果它烤過之後 都會有點酸酸的 所以它其實也是 酸甜的酸甜的滋味 真的是超好吃的 天啊 它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白色的糖霜 畫龍點睛 真的真的真的 我認真的跟各位說 我在買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想到 它會是這樣子的感覺 天啊 台灣到底有沒有這個 很建議如果台灣有的話 大家吃看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今天真的是一個超級日常 超級臨時的影片 今天還下雨耶 大家不覺得有點狼狽嗎 好 總之這就是今天 微樂三秋快閃電的小影片 大家有覺得這個很特別呢 好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是女子熊 會分享一些在日本的生活小日常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上面的糖霜 吃起來酥酥脆脆的